關注大碼 掌握國際 歡迎收看RTN華語新聞 你好 我是黃文柔 來關注今天的新聞內容 團結政府在今年 專注促進投資 首先阿諾強調 必須要加快審批程序 但不是放寬 賓州政府宣布 一次性繳付 預期遞稅或單位稅可獲得50%折扣 伊朗東南部發生連環爆炸 近百人死亡 最高領導誓言會做出嚴厲回應 美國否認涉及事件 同為團結政府發言人的通訊部長 發密指出 政府在2024年的主要焦點 是通過優先鼓勵國內外投資者進駐我國 以促進國家經濟增長 發密透露首相達德西阿諾強調了 在投資方面必須要加快審批程序 但不是放寬 發密指出 首相阿諾強調有必要協調 關聯投資公司所扮演的角色 以促進國家經濟增長 其中強調的是 簡化及加快審批程序 尤其是投資方面 首相表示 批准方面必須優先考慮 不是放寬而是加速 此外內閣改組後 原本的通訊及數碼部已經拆分為二 究竟哪些機構會納入通訊部和數碼部旗下 發密則說 一切還在討論階段 而且國家數碼公司等課題也還沒有決定 他補充 目前還沒獲得5G網絡實施的最新情況 而此事會在近期內公布 同時 基於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依舊是隸屬通訊部 因此通訊部秘書長和財政部秘書長 會繼續履行5G特工隊聯合主席職務 預計人口稠密地區的5G服務覆蓋率 在不久之後會達到80% 之後可落實雙5G網絡 上個月 團結政府未配合執政滿一週年 在首都職辦一連三天的與超民政府同慶一週年活動 或得民眾熱烈回想 為此內閣同意 今年將把該活動搬到各州巡回舉行 而首戰會是在雪蘭兒 並會在近期公布詳情 既然兩屆政府被職在2020年至2020年 期间涉嫌耗资7亿令吉作为政绩 宣传与广告用途的课题 发密回应 假如有需要 通讯部将会配合反滩委会协助调查 反滩委会高级调查主任 Dato Sri Hishamudin昨天证实 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不过一切暂无可奉告 而发密则表示 直到目前都没有 接获反滩委会通知 要求通讯部协助调查 日前 坊间都在议论有关 意图推翻团结政府的迪拜行动 而这个闹得满城风雨的指控 正是由社区通讯局所挑起 通讯部长发密指出 该部将会对社区通讯局进行改革 而事实上 在迪拜行动发酵前 他也已经有计划重新检讨 该局的职能 巫统最高理事的Dato Mohamad Wan 是特别事务局总监 而特别事务局正是社区通讯局的前身 隶属通讯部 Mohamad Wan建议有必要改革社区通讯局 并获得发密同意 直指社区通讯局的职能 任务 终止及目标将重新调整 随着在雪兰娥成功实施了 士根庄智能大规模稻田计划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计划 进一步扩大相关计划至全国各地 包括沙巴和沙拉越 以提高倒比的产量 并可以在水灾期间 满足灾区对白米的需求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Dadoq Sari Muhammad Sabu指出 智能大规模稻田计划的实施 着重于良好的农业模式和实践性 通过提高稻米产量增加稻农的收入 另外 该部设下目标 放眼在两年内 停止对进口大米的依赖 至今为止 智能大规模稻田计划 正在国内多个地区实施 涉及近万名农民参与 面积超过两万六千公顷 内政部和人力资源部 致力改善我国外劳的管理 内政部长Dadoq Sari Fudin 与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 昨天会面就数项相关事宜 展开详细讨论 Sari Fudin在脸书贴文指出 在昨天与沈志强的会面当中 两人讨论了涉及彼此之间管辖范围内的问题 及管理外劳工作 而剥削外劳的案件也是讨论的议题之一 双方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发表联合媒体声明 以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兵州政府捎来好消息 首长曹官有宣布 但凡一次性缴付逾期地税或单位税者 将能获得50%的折扣 优惠期限直到5月31号 然而这项优惠不包括分期付款的地主 曹官有发文告指出 州行政议会在去年12月6号决议 给予冰城所有地税及单位税的余期罚款 折扣50%的优惠 这项倡议旨在鼓励地主按照规定纳税 而优惠有效期限是从前天2号开始 直到5月31号 曹官有补充 所有通过县土地局柜台或BGLAN网站 一次性缴付所有余期罚款的人 都会自动获得有关折扣优惠 收到6A罚款表格 以及11罚款表格的地主 同样享有这项优惠 然而这项优惠不包含分期付款的地主 曹官有说 州政府致力于实施适当举措 鼓励该州地主按照国家土地法典 和宾州土地条例缴纳地税或单位税 如有任何疑问 民众可联系税务单位 冰城土地和矿业局或县土地局 霹雷宝著名旅游景区昆仑浪休闲公园 发生命案 下得当地居民报警处理 经过调查 死者被证实为一名拥有多项犯罪前科的保安人员 事件结果显示 死者身上多处被钝器和尖锐物体锁伤 目前这起案件的作案动机还在调查当中 医保警区主任雅哈亚助理警监透露 警方是在凌晨两点三十分 接获一名四十一岁男子的投报 初步调查 三十一岁死者曾拥有十项犯罪和吸毒记录 同时曾在乌鲁禁打幸福医院接受精神治疗 死者尿检结果对冰毒呈阳性反应 至于尸检结果则发现 死者的死因是因心脏病 而且身上有多处被钝器和尖锐物体造成伤害 雅哈亚推断 事发时现场只有一名嫌犯与受害者 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 第302谋杀条文扣押嫌犯 已展开进一步调查 霹雳州关税局在上个月通过执法行动 成功取缔一宗走私酒类案 并逮捕一名涉案嫌犯展开调查 当局提醒民众不要以身释法 拒绝参与类似的非法活动 霹雳州关税局是在去年12月28号 在雪州巴生港口的高屋展开吐击行动 霹雳州关税局局长达特·阿布陀加法 指出当局在港口内查获共2880升 价值约50万令吉 来自不同品牌的酒类 并逮捕一名38岁男子展开调查 他表示这起案件是根据1967年 海关法第135条易款低项进行调查 并可根据相同条款进行起诉 鉴于我国进来走私烟酒及线上烟酒售卖犯难 阿布陀加法呼吁民众不要以身释法 反之以应助执法当局共同打击走私活动 宝藤越战越勇 销售量在五年内节节上升 与2022年的销售量相比 宝藤的销售量在2023年增长9.3% 本地域出口总销量是高达154,611辆轿车 这是自2012年以来 宝藤创下的最高业绩 自2018年12月以来 该公司推出的三款运动型多用途车款 也就是X50、X70和X90已经带领宝藤 冲出超过20万辆的总销量 另外随着宝藤Berzona Iris、Exora和Saga车款需求也有所增加 因此在2023年也起到了销量增长的作用 宝藤首席执行员李春荣认为 这项成功证明了宝藤除了为消费者提供实惠的代步工具之外 也强调了时尚设计 先进技术以及对内部安全的保障 连苗豪雨导致国内数个州属 在近几个星期面对水灾情况 如今受影响州属的灾情已经逐渐好转 其中彭亨的洪水更是已经完全退去 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指出 位于马兰的最后一个临时疏散中心 已经在昨晚关闭 这一个在上个月28号开设的临时疏散中心 曾为两户家庭的亲民灾离提供庇护 下来给您送上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份吧 4三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日伊朗東南部城市克爾曼發生連環爆炸案 最初的死亡人事物通報至少103人死亡 但之后修定为95人死亡 力有超过210人受伤 对于这场袭击事件 多国领袖包括我国首相德什阿诺在内 也做出强烈谴责 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 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表明会做出严厉回应 而今天伊朗也为此列为全国哀悼日 3日在克尔曼发生的两场连环爆炸中硝烟弥漫 四处笼罩着死亡的气息 据了解发生爆炸的具体时间是在下午3点 于苏莱曼坟墓一旁的道路上 炸弹间隔10分钟被引爆 消息人士透露 肇事者是使用遥控装置引爆炸弹 克尔曼副省长拉赫曼把这起事故描述为恐怖袭击 总统莱西则谴责袭击令人发指 誓言幕后黑手将要付出高昂代价 此外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发声明 指伊朗会救事件做出严厉回应 对此美国否认涉及事件 更只没理由相信袭击是由以色列发动 有拜登政府高层官员表示 袭击与一国组织过去实施袭击的手段相似 日本航空JL516航班日线在东京玉田机场 与日本海岸警卫队的一架飞机相撞 降落之后起火爆炸 所幸客机上的379人及时疏散 但其中14人受伤 至于海岸警卫队飞机则有5名机组人员死亡 机长受伤 日韩估计这起事故造成的营运损失 将高达150亿日元 并将由保险承担 日韩公布该公司JL516航班 日前在宇田机场与海警队飞机相撞的惊险细节 日韩表示 客机是在当地时间 下午5点47分降落西跑道 并与海警队的飞机相撞之后起火 客机是在跑道滑行大约一公里才停下 而飞机是当时还不知道机身已经着火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腾铁夫的说法 在出事前两分钟左右 客机已经获得控制塔确认 降落西跑道没有问题 至于海警队飞机 则是在10秒后通知控制塔 正在相同跑道旁的滑行道上 控制塔随即下达指示 要求滑行道跑道旁一个靠停点 接着 两架飞机再也没有与控制塔通话 直到客机降落跑道那一刻 海警队飞机突然转入跑道 因而酿成这起事故发生 日韩指出 出事后 机舱内开始烟雾弥漫 空服人员立即呼吁乘客冷静 而乘务长也随即向驾驶舱报告 着火情况 以寻求许可打开紧急出口 当时客机只有左后方一个出口 没有受到着火影响 不过当时对讲机失灵 空服人员在没能获得 来自驾驶舱的进一步指示下 唯有按照疏散程序 主动打开有关出口 让乘客滑梯逃生 至于机长则是最后一位 离开客机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黄维柔 感谢收看 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再会